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是冤枉的 我挣的钱 跟刘海勇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杜小燕 端正态度 如实地交代问题 说明真相 这对以后量刑 也是有好处的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你就考虑给我量刑了 你这是有罪推断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干脆拿出证据 证明我有罪 直接给我判刑得了 如果拿不出证据 那就把我放了 并且给我赔礼道歉 恢复名誉 端正态度 门快又再快点 你这种态度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问你 你们公司在承接机场高速 两次落牌的过程中 刘海勇有没有利用职权 为你们承来业务 刘海勇确实给我介绍过客户 至于他有没有利用职权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你得去问他呀 挂酒 喝酒 来 来 谢谢 金hind 既然承认刘海勇 为你们介绍过客户 那你给了她什么回报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从来没有给过她一分钱 最多逢年过节 我请他们全家到我家吃顿饭 他说喜欢我做的菜 我姐姐做菜确实挺难吃的 也难怪他不爱吃 大龙 你这样的问法太规矩了 你现在得不按常理出牌 你想想 这杜小燕对机会什么你就问什么 也许能找到突破控制 杜小燕 你反复地强调证据 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证据 我这手里有一份 华人机大酒店六月四号 晚上九点三十天到十点三十分的视频截图 图上面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大龙大龙 他现在慌乱了啊 显然这儿都对机会的 抓住这一点不放 啊 慢下去 这两个人是在两小时后离开酒店的 这两个人是在两小时后离开酒店的 登记人的名字叫杜小燕 身份正号是你的 房间是我开的 房间是我开的 不过 我是给一个客户开的 那个客户没来 我跟刘海勇是偶然间遇到的 到房间去啊 只是聊聊天而已 晚上十点以后 你们两个偶然遇见 一起去酒店开房 只是为了聊聊天 你们之间的关系绝对没那么简单 你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吗 我承认 我跟刘海勇 确实存在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只要你不告诉我的家人 我愿意 配合你们工作 我们有义务保护嫌疑人的隐私 但前提是 这隐私跟安琪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情况不一样 你和刘海勇之间 不光生活上关系密切 在经济上的交往 更加密切 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我明白 那好 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问题 你们公司在承接机场高速 两次入牌的过程里 刘海勇有没有利用职权 为你们承认应 您意义上 我是公司的法人 但实际上 刘海勇才是幕后的老板 公司的大广告客户 都是他分管的企业 这些人 都需要刘海勇的关照 对刘海勇提出的要求 他们也不敢不答应 他们的广告业务 也就由我们公司来承接 费用标准 由我们公司来定 利润很大 继续 来 晓晓 怎么啦 那个打120了吗 行行行 你别慌啊 你先在家等着 好吧 等着120来 我马上想办法 好吧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随随着 喂 靖茹 我是大庆 是这样 我妈呀晕倒了 那个小庆的在家呢 打120了 我现在在看守所 审这个杜晓晓的案子 在节骨眼上 我实在过不去 你帮我去趟我们家怎么样 那行 那行 那拜托了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这审完了马上过去 好 继续说 监察官同志 我能知道的都说了 至于刘海勇的其他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 公司总共成立没多长时间 就这两笔大的业务 三百多万 刘海勇就拿去两百多万 剩下的 除了公司正常开销 我手里也没什么了 曹龙 一定要需时结合 这些账目 虽然在法律上 成不了证据 但很明显 这是杜晓晓最忌讳的 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不放 继续追问下去 否则的话 等杜晓晓晓晓来 咱们就拿办了 来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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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你的收入 开销 转移 藏匿的每一笔钱 我们基本都掌握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会计张广顺 每一笔都给你寄得清清楚楚 我希望你丢掉幻想 把你和刘海勇之间的事情 说清楚 尤其是那赃款的巨项 你们的非法所得 我们一定要追回来 如果张广顺替你说出来 你可是彻底失去了 你主动坦白的机会 希望你好好想想 好 我说 我把所有的钱 都打到刘海勇 在香港的账户上 继续 钱虽然打到他的账户上 可是他并不知情 因为密码由别人掌管着 刘海勇只是个马仔 人家吃肉 他只是跟着喝点汤而已 谁掌握的密码 我问你到底是谁掌握的密码 冯禄 开发区管委主任 冯禄 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 因为 我也是冯禄的亲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